好,剛剛Photocab我沒用這個範本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這樣實在太死板了 不要緊 你就拿當作是表格來玩就好了啦 你看這裡喔 這個 跟這個 你也可以怎麼樣 儲存格可不可以合併 可以Control按著 我現在選到兩個囉 在下面這邊你找到一個 這裡有一個 叫做物件控制 就是照片物件控制 有沒有看到 它有分割 跟合併 對不對 所以呢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假設我把它合併起來 有沒有這樣就變成三個的 這樣你的就可以比較靈活那當然 可以合併就可以分割嘛 所以如果你點到一個你就可以來按分割 看你要分成幾個 這邊就可以再分氣分 這樣子就比較靈活一點點 好那比如說我就分三個就好了 那我把一樣把照片的部分我就丟進來 好丟進來 丟進來 欸可是 如果你覺得啊這樣照片好像都擠在一起對不對 是不是中間都沒有完全任何沒有任何邊界 想要有點邊界可不可以 可以的 除了你手動拉開以外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你看我在照片上點兩下 扭扭扭 有沒有一個叫做啟動邊框 勾起來 把邊框 設大一點點 有看到邊框了吧 在這裡邊框是不是又進來了 有啊呢 是不是就變化就可以做很多 其實你不一定一定要四方形的 你想要有圓角的 圓形的比較少用啦 可能用在某個區塊比較多 大部分我們就用矩形的比較多 或者是有點圓角的 好有點圓角的 那這樣你就可以 試看看 好所以 這樣的話你在版面邊框上就可以比較靈活 不用說一定是一張照片 因為有些時候我 沒有那麼多張照片要一起傳 我就 組合在一起就好了 好或撿爆的時候也是可以用的 好 這個是 根本會剛剛補充一下 另外 剛剛我們那個 明義呢 李明義呢 他有提到這個功能 竟然 他們會用到這個功能 我本來沒想要講的 這是補資料用的 在我們批示處理裡面有一個叫 批示變更日期 批示變更日期 明義在跟大家介紹 你們家遇到的情形 他沒有那個檔案系統 就是上傳系統 會檢查ESF的拍照日期 所以 你如果不在他時間範圍內的 就是 假設你是數位照片 不在他那個 時間範圍內的 你傳不上去 怎麼辦 只好來批示變更日期 補資料用的 補資料用的 所以你可以點一下 那我們在這邊呢 可以看到 你看 我隨便載入一張 反正 這個 以前 你可以看到這個 原本的日期 這個我好像有改過了 原本時間 我看 我應該要照 ESF的時間 檔案日期 按 ESF的時間 這一個 沒有 糟糕 這個可能被我清掉了 清掉可以補嗎 清掉 你可以補進來 那就是變成建立日期而已 那個 ESF的日期 這個 你可以 把它 存成 這個什麼 拍照的時間 在這裡 直接補 直接補 所以如果萬一 你們有遇到這種 比較特殊情形的 自己把那個 ESF的資訊 補進去 萬一 那這個部分其實也是6.0之後增加的功能 因為以前沒有這個功能 因為有些人就剛好